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能的改变 一来就表示说 功能才可以不坏 你自己做的功能 他们记得功的结果就能使得这个问题 动能增加 后面同学不要再讲话了 上课就不要再讲话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记忆 如果有一个物体 它是十量十公尺 它有一个初速度是每秒四公尺 它现在呢 我们发现 外力对它做功 等于五百个飘儿的时候 问它 VF要比多少 Final再拉起 后来的速度 像这个都是简单的 那你直接带这个就好了 就在这个公尺就好了 差不多 每二分之一 你看 M都一样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比出来 你就可以把VF解出来 好 你自己去解纳 我们才没有太多的时间 用来解密集 好 好 那么 这我们就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功率 功率 功率叫做 HOWER 什么叫功率呢 就是 我们一部机器 可以做功 这个部机器 那么 它的 好坏 它决定在 你单位时间 可以做多少 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的 好像一部机器 我一天 可以完成实践工作 另外一部机器呢 两天才能完成 同样的一间的工作 那么当然 这一部 前面这部机器 就比较 激情了 所以呢 我们就有功率的 这个 概念 它的概念就是 你在 第一机梁里面 做的第一大理工 这个 这个 是它的 瞬间功率 瞬间功率 我们 这个 三个 是 调尔 per second 这是 功率 它 我们 一个 调尔 per second 叫做 一个 调尔 我们 叫做 一个 王 有时候 我们 用 提 化 提 化 它 当然 我们也 在音质单位里面 我们也有另外一种 单位 叫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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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我们 这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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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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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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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看一个例题 我们说假如有一部电梯 电梯的重量 电梯的重量是165米5米5米 然后转换了20个人 有20个人 从205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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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好 二十五楼 相当地面 彼此呢 十八秒 三十一面 运动 十八秒 能够一层楼的高度 十三点 一层楼的高度 十五楼 一层楼的高度 一层楼的高度 三十五楼 二十一楼 二十一楼 二十五楼 二十一楼 十八楼 一楼 二十一楼 一楼 三楼 一楼 共鑫建築的功率 这个是讲的平均功率 比如说什么时候 它从周到周都是强样的一个程度 它好像都会整个时间来用 这个就是定机做的公会整个时间来的程度 那么这个公是多少呢 公啊 公 那就是说 公是整个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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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上的力 外力 就是要拉這個 拉這個懶人 這裡包括電梯的重量 電梯的重量 還有人的重量 再加一個 鍵頭就代表力 重量 鍵頭鋼 代表勾 代表work 我們 可以算出來 這個時候的f 是等於 電梯的 電梯的力 五一 五一六十 零分 這是重量 這是重量 人的重量 人的重量 是七百 每一個人 二十人 每一個人 七百一十 零分 七百一十零分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等下看 這個 拉力要向上 對不對 向上 這個算出來 你把這個全部 算出來 一 九 三 六 五 五 零分 就是零分 現在 我們算 這個 S S 等於 S等於 S等於 18 的 Furcum 它是 向下 S現在 現在它是向下,它是不滑 它的總共是二十五層 每一層三別五層 現在我們可以轉過來 你把這個上次看看有多少 這就是X 我們把這個 再到第二次裡面去 再到第二次裡面去 我們去看看 power power 我們去 average power 它是軟 你 你把這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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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軟 這個軟 這就是軟 這就是軟 那它軟 這個軟 它軟 這個軟 它軟 可是軟 它軟 就是 80 等於 9 14 1 千瓦 你這個數字要 成上1,000 証號就表示說 它現在要供應這個能量 因為這個時候 它是一個的 會能 會能是 下降的 所以這個時候 power 它的絕對 絕對 是等於 這個 就是 這是供應 就是說 我們外界要供應它 這個 power 還有 power 我們也可以把它寫成 這種形態 是 我們來控制一下 所以 你可以 我覺得 是 , 不 是 對 詞 F 比如這個 你用這個問題 你用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要保留一個順直 有V的速度 那麼這個問題 這個機器 用來推這個問題 所以某一瞬間有V的速度 那麼這一瞬間 你這個機器 所做的順直功 就是A 我們現在也看 有一架 有一架 設計 在這裏 我們假定 他的V 是一段 五千的 如根 他的速度 是每秒 三百米 的話 我們問 這個機器的 Power Power 是多少 球 Power 那我們就直接帶這個 Power 要等於F Dot 這兩個是同方向的 方向 方向前 方向前 沒有別的力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 乘成F 乘下五千 那它可以是七千 一萬五千 乘三百米 好 這是零分 這個是你 那它從 把它拐出來呢 就是 四五千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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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 五千 八千 它 融會 七百四千 六千 一千 就變成Porsche Power 然後就相當於Porsche Power 就是Porsche Power 這個Porsche Power 這個Porsche Power 三個單元 有六千 三個單元 三個單元 有六千 二的Porsche Power 一個 有六千 就是Porsche Power OK 然後這個是有關於公率 平均功率就是單位時間做的功率 順時功率就是機器做功率的時間編發率 瓦克 用功率的單位可以把一種能量的單位寄進出來 例如家族用練多少度 電力度是按照家族的度數來收錢 你這個度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電力公司替你做多少工 但是我們家裡用電的機器 比如說玉光燈 電力公司替我們做四十個瓦 四十瓦 四十瓦 就是說他一秒鐘 又用四十個瓦 他比我們做四十個瓦鈍的工 我們現在東邊到了東邊 都會吃個火鍋 那麼它是一千瓦 一千瓦 一千瓦 這就是功率 就是說我一秒鐘 另外要這個月來進我做一千瓦鈍的工 但是電力公司替你交有多少機器 多大的功率來收錢 就是算你這一個月總共用我 這個月我總共為你們做多少工來收錢 所以他的步驟 所以就算是一個千瓦小時 一個千瓦小時 一個千瓦小時 一千瓦小時 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一千瓦的機器 那功率是一千瓦的機器 你連續做一個小型 就叫做一個千瓦小時 差不多我們的電位 我們曉得現在一千瓦的錢 現在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 一度是一塊錢的 一度是一塊錢 現在大概也差不多 就算它三塊錢 就算相當便宜 比如說你用這個火鍋 一千瓦 你一個火鍋 十個小時 燃料會三塊錢 那多原因 對不對 那麼 那麼 如果是 我們以前用的這種 白癡燈泡 一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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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瓦要用多少個小時 才是一個千瓦小時 十個小時 我們拿一塊錢來算 不要再三塊錢 一塊錢 要很便宜 好 如果也是 用日光燈的話 四十瓦 它要用幾個小時 二十五個小時 才用一個 一度 那你們念書的那個牌燈呢 十瓦的 十瓦可以用幾個小時才一度 一百瓦 一百個小時 所以我們小日光燈 非常地煙燈 這個燃料費 是相當的 很難的 好 這就是千瓦小時 千瓦小時 公有的單位 千瓦小時 是公的單位 另外呢 我們用 馬力 火鍋 火鍋 馬力 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 新的單位 新的能量 能量的單位 就是一個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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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個 馬力小時 就是你一瓶馬力的 天理的機器 它連續一瓶 一個小時 就是一個火鍋 火鍋 耀爾 封 對 有兩個 是我們心的 能量的單位 原來這個 火鍋 和火鍋 耀爾 它是公的單位 OK 我們 就不再多講了 以下我们就要看这个 我以为 我们这样一种 potential energy any capture energy of energy 我们现在来看 你自己懂得我以为 就是从中一部以为 如果我们把一个物体 从回头位置 直到另外一个位置 在地面上 我们才能在地面上 如果我们把一个物体的物体 和一个物体的物体 对我们在地面上 而在地面上 我们在地面上 我们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 就是在地面上 所以我们在地面上 其实它有三个作标它,还有一个Z 那么就是X和Y和Z和Z,然后我们不要画它 这个例子都画出来,我们会比较乱,我们就从二维来看 那这个物体从这里走到这里之后,我们定这一点,这个第一点,这一点叫做第二点 我们来物体一,它受得去里面,有一个是MG 大概有其他的例子,如果它单单受MG的作用,它不会走那个弯曲的路径,一定还有别的力 但是我们现在不满别的力做的功,我只要用MG做多少功 现在我们只要出来,MG这个力做的功 那我们就把功的定义写出来,它就是MG这个力做一个 DX的区分,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好,那现在呢,DX在哪里?DX就是这个切线的方向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MG跟DX先处理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MG跟DX先处理 比如说MG 那么这个MG是这个MG 那我们就把这个MG做一个MG 可以把这MG做一个MG做色论 但是在MG做一个MG做一个MG做一个MG dx 加上j dy 再加上j d 现在我们把这个同类积 j.i 是0 j.k 也是1 j.j 等于d 所以它就是这个 mg j.j 我们把它带到这个指头来 它就等于dx mg可以递出来 dx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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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座標的起初的位置跟落後的位置有關係 跟你剛走的路線有關係 我們剛不是這樣子走啊 如果你這麼走的話 你不這麼走 比如說我現在要這麼走 也是從一到二 我要走開後還是有關係 跟路徑沒有關係 跟歪過要有關係 那麼跟路徑有關係 跟起初跟落後的位置有關係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如果路徑是一個封閉路徑 因為我從這裡走走走走走走走回來以後 又回到這裡 起初 是歪溫 後來還是歪溫 就是歪突厭的歪溫的話 那這個值得有什麼東西 可以 有嗎 我們就發現 這個 歪溫 這個歪溫 有一點很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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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得有幾件事 來自我作為了 我又規定 我這個要注意 以後 而不是歪 這A2個的歪溫 這A2個的歪溫 在歪溫 這A3個的歪溫 小麦粉 与路径的关系 第三个特点 我去用这个式子表示 我自己加一个圈圈 加一个圈圈就是说 它的路径是一个公立路径 公立路径 诶,我们注定一下公立路径 这个要整理 因为MG 这个力 它做成功 有这种的特点 我们就把这个功 这种形态 我们称它叫做 为你们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MG 做的都 我们现在 它 写的 它是等 能够的 EP2 减加1 吗 EP2 跟E2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本身就会说到 它也分析 DELTA DELTA 就是 微能的 差 微能的产业 也就是 产业 我们说 EP就是叫做 微 跟这个 重力是 指点的微 就 N 做这个 微信 按照这样 看 那是不是 EP1 就在 MGY1 EP2 就是 MGY2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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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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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 MGY 它應該是 MGY 下一個 下一個長數 下一個長數 下一個看 下一個明星 好 一步 不等於MGY2 不是這樣的 因為這兩個是 我們剛剛做的是定積分 定積分的話呢 這兩個相減 他們本來有一個長數 這個長數一樣的 結果呢 就消掉了 那麼 實際上一樣算EPU 它應該有一個長數 這個長數是多少啊?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以後要知道 都是兩個位置的 位能的差 這個長數一定消掉 因此我們 就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數字裡面 我們可以想辦法 把這個C呢 把它 變成0 最好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 就是兩點的位能差 比如說 天花板跟地面的位能差 假定是100個焦耳的話 那我可以設定說 那我可以設定說 地面的位能是0 那麼天花板的位能就是100個焦耳 如果我設定說天花板的位能是0 那地面的位能就是-100個焦耳 所以我可以設定 所以我可以設定這個0的位置嗎? 如果這個時候我設定 所以 Y等於0的這個地方 它的potential energy等於0 設定這個標準 那麼 我們把這個 只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Y等於0的話 EP是0 這個是0加1 所以 V就等於0 如果你設定 Y等於0的這個地方 未能等於0的話 那麼 那麼它的長度就證明 這個時候它的ET 就等於MG1 要注意 這是我們設定 Y等於0的地方 EP等於0 這樣 我們以後 如果用MGY的時候 就是 100一個部體的位能 重力位能 把它寫成MGY的話 它就是Y等於0的地方 這個部體的位能等於0 是這樣的設定 那麼 另外就是說 這MG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麼它可以 做的功能可以寫成 未能的差 那麼它不只有 一、二、一、二、三 這三種特性 我們就稱為MG 這個MIA 它是屬於一種叫做 保守力 保守力 你不叫別的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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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注意 保守力 當然有它的原因 意思就是說 這個力做的功 不會消失 它從一個位置到另外一個位置 做的功 做的功 這個功可以存起來 然後 等它回到原來位置的時候 它可以把這個能量 釋放出來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把這個 我們把它當作一塊磚頭 我從這個桌面 慢慢用力 慢慢地拖上去 拖上去 所以每一步都是跟MG的大小一樣 方向相反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力做的功 就是MG 做的不功 你把它做到那個上面去 追到那個上面去 比如說我就把它放在天花板上面 你做的功 你做的功 沒有浪費量 等一個呢 如果這個物體從上面掉下來的時候 它會把我剛剛推它的功 完全綁出來 它掉下來會有一個速度 有沒有 就是說它把這個衛門的東西動 反正都是能量 同樣的能量它就釋放出來 因此我們說 我們剛剛是克服什麼力做的功呢 MG 這個力做的功 那麼它就把我們這個能量 保守起來 等於它就彈給我們 因此我們稱MG 叫做保守力 另外比如說 我把這個桌子從這邊推到牆邊去 我要克服什麼力啊 摩擦力 對不對 不不摩擦力 我拼命給你 拼在牆邊去 我問你 我一換手 這個做的功能 會不會跑回來 不會啊 為什麼不會跑回來 MG做的力可以釋放出來 那摩擦力做的功呢 在哪裡 它沒有純潔 它變成熱能 散掉 它變成熱能 散掉 因此 這個 摩擦力呢 就不叫做保守力 好 因此我們說MG這個力 是個保守力 它做的功可以化成 匯能 功是匯能的 來變成重值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就回過頭來看 回過頭來看 這個 功能性率 這就是 功能性率 本來是等於 動能的感變 動能的感變 好 功能 功能 就是說 說用到這個物體上 所有的外地做的功 如果有某一個是保守力 保守力很特別 保守力做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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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個保守力之外 其他也是非保守力 我們可以把這個偷偷做的功 一個是保守力做的功 一個是非保守力做的功 保守力做的功 它是非保守力做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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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力做的功 它是非保守力做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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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等於什麼呢 現在是所有非保守綠座的功 要等於動能的改變加上為能的改變 我們可以把這個式子再寫成這個樣子 非保守綠座的功 然後m e k 二分之一 m v 2-18 寫到二分之一 m v 1-18 第二點的位置 它的動能是第一點 它從第一點到第二點 再加上 m ty 2 選掉m ty 1 這個可以選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把這個式子重新整理 它就可以選 這種式 你可以常用它 二分之一 m v 2-18 加 m ty 2 減掉二分之一 m v 1-18 加 m ty 1 非保守綠座的功 等於第二個位置 這個值點 它的動能加上它的為能 減掉第一個位置 這個值點的動能加為能 動能加為能 任何一個位置的動能加為能 我們稱為機械能 m mechanical energy 啊 就是 mechanical 我們可以說 那是機械 那是mechanics 就是力 我們所有的功,不管是動能還是衛能,都是用力來求出來的 動能的改變是總力,衛能的改變是保守力 因此,我們也把這個心界人,叫做力學人 在英文裡面就英文出來 我們的翻譯有時候翻譯於心界人,有時候翻譯成為力學人 現在我們常用的這個或者是這個 如果非保守力做的功在於零的話呢 非保守力做的功等於零 這個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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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寫二分之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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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看 所以我先去看 基建 Conservation of Mechanical Energy Conservation of Mechanical Energy 這是我們常用的 常常用到的 現在呢 我們就用這個 細節的手 就用這個功能定義 我們來做這個題目來看看 好 我們 這裡 這邊可以 這裡有一個 半人形的 軌道 半人形的軌道 我們假定有一個物體起初在這裡 如果沒有摩擦力 我們假定這個地方 沒有等於0 這個 這個高度 是半軌 半軌 這個磁點呢 是m 我們現在 取一個 數字來看看 好 取一個數字來看看 我們要求 這個磁點 從第一個位置 軌道回到 滑到第二個位置 的時候 總共做多少步 OK 我們可以 那個 我們先 先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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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用文字來 來做理由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 不可以 我可以 打算 我們已經 了解 我們先用那一套 D1 如果 D1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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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再 4 加 4 這樣 螢幕 是 這個 從近景開始滑,滑到底下這一點 它的速度也有多少 這個我會做 這個高中鏈鋒物理的都會 MgdH,MgR,這個高度R 等於2分之就是m0.5 所以B呢,就等於通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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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這麼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問你 你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根據哪一個定義 MgR,這個MgMgDH 根據哪一個? 誰說MgR,這個MgMgDH 我們講的功能定義 哪一條有這個東西啊? 沒有啊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要用功能定義 我們學過功能定義對不對? 現在用功能定義來做 你把功能定義取出來 功能定義 non-conservative force 2分之的MgDH 加MgY2 減掉2分之的MgDH 加MgY1 這是功能定義 功能定義 你寫出來大家都知道 這是什麼定義 好,然後呢 我們就從這個圖來看 我們說V1是0 V2呢 等於V 是我們不知道的 那V1呢 V1呢 V1是這一點 V1跟Y2 這個位置 我可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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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地方 V2 前面 我設定這個高度 是0 這標準是0 好,那麼 我們先寫 設計 Y2等於0 設計 Y1等於A 這一邊 有一個輸出 我們不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這一邊的東西才能幾 我們去看 non-conservative 作的功 你怎麼從non-conservative 作的功呢 就是 你要在 第一點跟第二點的中間 畫出 任意的位置 我說 它在這裡的時候 把它的外力把出來 外力把出來 把所有的外力 MQ OQ 再來是什麼力 接觸力 對不對 我們說接觸力 在接觸面的地方 可以分成切線分離跟 把線分離 切線分離就是什麼力 摩擦力 現在有沒有摩擦力 沒有 因為它的沒有 沒有摩擦力 沒有摩擦力 它只有一個 法線 方向的分離 然後它在這個位置的位移 就是 切線方向 現在我們說 什麼叫做 何以防守力做的功呢 什麼叫做 何以防守力做的功呢 什麼叫做 非防守力做的功 你要把防守力替補 不能再包含防守力 因為防守力做的功 已經 擺在這一邊了 那這兩個力裡面 哪一個是防守力啊 MG 對不對 MG就不要再上 不能再上 在 WNC裡面 那現在只有什麼力 Normal force 做的功 所以它就只有 等於 Normal force做的功 Normal force做的功 它是在 Normal force Delta ds from 1 2 這個就是 代理雷 為什麼代理雷啊 因為 Normal force 跟 ds dx是切線方向 Wake 就是 對 代理雷 這些 因為 Normal force continue 了 to dx 現在 這個都有了 我們把這些 代理雷 第一次 那就是 雷 要等於 這一邊 二分 一 N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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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雷 因為 Y2 我們設計是雷 再減量 V1 是雷 加上 M 是 R 從這個式子 我們是可以 請 二分之 M V平方 要等於 你當初 用來做的這個式子 是什麼東西啊 是 功能定律 把這些條件 帶進去的結果 是這樣子 這是它的結果 你怎麼知道它的結果是用的呢 它有條件 才有這個結果 對不對 你不得直接寫出來 因為這個 你沒有寫 根據什麼定律的話 才得這個結果 那我們就把 功能定律寫出來 把條件帶進去 所以我們得出 V 是等於多少呢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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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物体的 物体的 如果这个 我们来一个数字来看 如果R等于1公尺的话呢 1公尺的话呢 它的数字是等于 速度就等于 2 9.8公尺 5.8公尺 打开5.8公尺 它是等于 4.43公尺 5.4公尺 我们现在看看 功能比率可以用来求速度 再回想一下 我们求速度有几种方法 运动学可以求速度 运动学可以求速度 V等于dx over b 或者是等于dr向下over b 就是知道位置跟时间的 盘速度 位置的时间和速度 可以求速度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运动学 直到起初条件 直到加速度 可以求落后条件 所以这个就是用刘登的运动比率 如果是等加速的话 你就是等加速的 如果不是等加速 你就用积分来做 那么再来 除了这个运动学之外 除了这个运动学之外 我们可以用功能 这些运动 所以你们要整理一下 我学过哪一些 求速度的方法 再来要求速度的话 我这些方法 我这个脑界里面都要想过 一定要想过 一运动就过去了 你跳一点 你比较用的 好 再来我们说功能的运动 除了可以求速度之外 还可以求什么东西啊 它可以求 高度 求位置 求位置 也可以求 非保守运作的功 好 现在我们 就拿刚刚这个例子 来 修改一下 我们再 另外画一个头啊 也是这个 这个字 好 另外一个字 另外一个字 如果我们知道 V1 是0 我们要知道 它从这里滑到这里的时候 V2 如果告诉我们 V2 是3公尺 每两 然后 这个物品的质量 等于0.5公尺 5公斤 5公斤 我们刚刚讲过 像这个比较 从这里 所以 进一开始 拿到这里 它的数字是这么大 现在的数字 会变小了 为什么会变小啊 因为 鬼道上面有摩擦 鬼道上面有摩擦 我们要求 鬼道上面有摩擦 鬼道上面有摩擦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 我想想看啊 要求力的问题 对不对 力的问题 可以用什么方法 平衡 那现在平衡不平衡啊 平衡不平衡怎么判断 速度有没有改变嘛 速度改变就是不平衡嘛 不平衡就是用牛分V2定律 牛分V2定律的话呢 一定要知道它所有的外力 所以 你现在 起码你要知道它的FK 这FK在这个地方 质量知道 我们知道Mg 那也有Normal Core 你现在 有一个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 你可不可以用这个钻 比如说FK 要等于Mu K 可以 不能用這個算 因為muk,他們就沒有告訴你 沒有告訴你muk 所以不能用mk的muk muk 不能用這個算 不能用這個算 那用什麼算呢 動力學不能用 muk 第二定义不能用 定义不能用 劉登第二定义 你也不知道 他的恩是多小 什麼時候是懂什麼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力能、弘弘、弘弘的彈性多大 再來我們就說 功能定义 功能定义 我就用 重新寫一次 功能定义 你把它寫出來 你每次用功能定义 功能定义一定要寫出來 你真的不寫 一定要寫出來 寫出來以後 我們說 B1-1 B2 也告訴你 他是等於 3 B2 質量也告訴你 0.5公斤 好 Y2 Y1-2 Y2 我們設定他等於0 你看 這邊所有的量都知道 B1-2 Y1-2 Y1-2 右邊就可以計算 他可以多把球 左邊 左邊是什麼 左邊是 非保守力做的空 你就把所有的Y2 畫出來 放過來 跟這裡 好 什麼力 不再由你考慮 MG 不能再考慮 因為他是非保守力 保守力做的動作 你經血在蓄子上面 就是B2 MG 你看 就這樣 所以他現在就等於 FK 或者Go 再加上 Normal Force 或者Go Normal Force 理由我剛剛講的一樣 我就不再重複了 它就是0 因為Normal Force MG VX Normal Force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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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前 這兩個相差一百八十 所以它的風景 我相信做的風景 大小小的2.6 這個就是 從 從這裡 從功能地獄就可以求 非保守作為風 那麼 那麼 我們也可以 求它的 我們可以用來求什麼呢 求這個 位置 求它的位置 求不停的位置 比如說 我們可以用來 我們再次用來 一個 一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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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這個軌道,叫雲雄飛車的軌道 我們可以滑到這裡以後 它可以這麼軟的軌道轉一圈 在這裡出來 現在我們說 假如這個軌道沒有摩擦力 我們假設沒有摩擦力 現在有一個固域 在這裡 第一個位置 它就是那個 水瓶之間的高度 這個軌道 這個軌道的半徑 這個軌道的軌道 這個軌道的軌道 滑到圓形軌道的軌道 它的速度要夠快 它才會在這裡 才會在這個軌道 才會經過這個軌道 這個軌道 速度夠快才會經過軌道 如果速度不夠快的話 它在這個軌道會掉下來 現在我們要問 如果這個軌道要做一個 完全的軌道 完全的軌道 這個軌道 能夠到它這裡 能夠讓整個軌道 能夠讓整個軌道的軌道 然後再過來 它最小的高度是什麼 它最小的高度是什麼 我們做 簡單來說 你們自己把它寫清楚 求H minimum 求位置 求位置 當然你可以用運動學來求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用運動學 因為運動學你要知道什麼 就是求起初位置 你要知道落後的狀態 它在這一點的速度是多少 高度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這個速度 所以沒有辦法用運動學來做 那我們就從這個 功能定律來做 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 我們還是有這個數字 你們重新寫一下 我們可以用飛板上有 我們不太行 這是第一點 這個是第二點 第二點 第二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垂直軌道 垂直軌道 垂直軌道 你如果在這個式子的畫面 有幾個東西你不知道 Y1 你不知道 Y1 不知道 還有呢 B2 你也不知道 你兩個都未知數 你就不能做了 不能做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想 這個物體做的是什麼 運動 是垂直軌道運動 垂直軌道運動 我們就把它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把它的外力畫出來 那這個式子 怎麼外力呢 M1 O2 然後 回到地點 Normal force 放起來 它在這個地方的速度 我們不知道是多少 速度是怎樣 然後 到這一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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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現在 在這一點呢 我們可以用 牛輪變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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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體在位置2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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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